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and Dr. Jill Biden 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到国会大厦宣誓就职 This is America's Day This is Democracy's Day A day of history and hope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今年1月20号新任总统拜登上任美国大日子 这次也是我国1979年以来 首次受到官方正式邀请出席就职典礼 新任总统上任各界都担心不少政策会被逆转 然而美国商会200份问卷发现 不管今年或是未来三年 美商都对台湾经济相当乐观 我们一直觉得新的政府会支持台湾 不管是现在是拜登他还是会支持 我们会一直都跟新的政府合作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m 我们都是很optimistic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一直都会很好 去年微软创下31年来最大投资 盖了全球第66座云端中心 就可以看出端倪 然而那么多美国投资者在台撒大笔资金 仍然担忧国内能源短缺问题 台湾防疫有成 新南向汉5加2创新政策 美商纷纷看好加码投资台湾 不过美国商会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扎根英语教育 培育更多人才 增加国际竞争力 把台湾带到世界去 人间卫视蔡辉黄胜泉台北采访报导